大家好,我繼續回到囚禁之館 上次說到我們來到這個地下室 然後就要救美莎 說到要找監獄倉庫一個5號的囚犯袋 因為我玩了很久都不懂得玩 所以我就上網看了攻略 現在我懂得怎樣過 原來呢 過法就是在6號這個倉庫 然後找這個蝙蝠出來 對血有產生性質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而且這個人還用徒手捉那隻蝙蝠出來 真的厲害 現在就可以直接找這個廚房 這個倉庫 故事得到進展 如果你沒有蝙蝠的話 到處這樣是不會有任何的進展 所以我們現在就拿他的袋 好,找到了他裝有血液的包 然後就拿給5號的犯人 出發出發出發 所以你說,這裡真是神經病 我以為不斷亂按 好像也不知道怎樣過 後來就上網找了攻略 在這裡 好了,5號 好,快點把包包放進去 給我先 給我剪刀 剪刀 這樣就可以剪了鎖鏈 尾沙 救你出來了 等我 好,打開了 可以 開了 快點把門封死 封開 重新把鎖鏈的門固定好 下一瞬間 尖銳的爪從龍的縫隙中出現 哇 放心吧,打不開龍的 你為何來到這個地方 我發現你不見了 走來找來 結果進到這麼危險的地方 如果我不來找你死定了 到底為何會進來 有人來了 保護 之後再說 我要先躲起來 等一等 阿仁 你要保護好自己 不要以為我每次都能救你 對不起 姐姐你沒事 我把隧道的位置搞錯了 搞錯了? 真的這樣? 是真的 我沒有說謊 我不會說謊 就算你這樣說 我都 真的對不起 不要哭 我不是可以責備你 說謊 說謊 莫爾福 就馬上走了 美莎 是那個人叫你過來 對 我聽說這裡有秘密通道 說什麼?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東西 對 不管你怎麼想 都是那個家伙的圈套 真是說 今天要殺你的人是莫爾福 有一點要好在意 今天在原子餐裡被其他人襲擊 那時候只是聽到樹蟲那裡有聲音 很低沉很沙的男人聲 那個聲音跟莫爾福完全不同 那你覺得誰最可疑呢? 最初我覺得是這個木辣 和這個瑞格 不管你怎麼想都我只覺得 莫爾福最可疑 我好想 怪物貓的龍和隧道是沒有可能搞錯的 那倒是 跟你說 估計都沒有用 總之最可疑的就是莫爾福 木辣和瑞格這三個人 算了 總比沒有線索好 首先以這三個人為中心盡量調查 我們來到一樓先 嗯 好了 喂 不是吧 怎麼又彈我出來 你不是可以重新玩過 我好像瘋了 好 那三個人在莫爾福的莫爾福 要找誰先 還是不去了 直接找莫爾福 當然 莫爾福 這個是吧 尾沙 不是吧 是春來的 就是找你 周圍找不到你 你去了哪裡 你去了下面的妖怪貓的龍 不能去這麼危險的地方 這個炸裏周圍都是危機的 要小心點 我只是擔心 莫爾福在最左邊 嗯 這裡 聽到莫爾福的哭聲 在哪裡哭 他 在一個櫃裡哭 真厲害 捉他出來 既然在這裡動 這個聲音 是莫爾福 莫爾福你在裡面 出來聊聊 他不肯出來 應該怎麼辦 算好呢 搞他的肉 呵 搞他的東西 怎樣 好 讀他的日記 做什麼可以看 恐龍 恐龍化石標本 是我錯過 那天動了 哭完了嗎 我可以怎麼算好呢 還沒哭完 我瘋了 這裡有一條蛇 蛇 是蛇 摩爾福養的寵物 可以走了嗎 哇 很黃 這些人全部都是大衛王 除了普通的 一日三日還要吃其他東西 喂 那邊 摩爾福大人吃了飯嗎 黃間裡什麼都沒有 我想大概都沒吃過 唉呀 糟糕了 真的說飯沒去到 這時候明明是他最愛的湯的時間 那臭打閘 又在那裡偷懶 如果不快點上湯的話 我要先去麗莎大人 好好的那個打閘仔 一會兒就要打死他 唉呀 好忙好忙 好 現在是摩爾福的飲湯時間 我帶一碗湯出來 他就會用美食引誘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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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湯嗎 是垃圾桶來的 師傅 垃圾桶動 代表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了 有羅宋湯怪物 咦 嚇到一跳 你是誰 建材廚師 有隻馬上就會 哇 翹班的飲喉 真是 真是不做事 為此總是被雪梨媽媽追著 有時候還會偷她點心吃 我是吉姆 是個建材廚師 因為我 難道你偷懶蛇王 我知道不是偷懶 現在是你給莫爾福準備湯的時間 剛剛那個廚師女士說 好像非常生氣 要被雪梨媽媽罵 還有其他人的屬未做 你說是莫爾福的湯 湯已經做好 但是我來幫你送湯 就是這個 哇 這個就是科豆湯 雖然你很奇怪 但很好喝 我絕對沒有湯喝 拜託你 還有 這個湯其實妖怪主喜歡吃 所以部分時候要小心 什麼妖怪? 妖怪? 只要看到湯將撲上來襲擊人 所以我才不想把湯送過去 多謝你了 你竟然願意幫我完成奸具的任務 好啦 快去吧 在二樓 我要快點弄其他人的菜 妖怪湯 真的我有妖 唉 出來 難道這隻妖怪 小心不要被他襲擊 嘩 為什麼要用這些 唉 嘩 這樣刺一刺我就死了 他的BGM是有點像那些 舊 舊世代初代的紫苑鎮的聲音 好啦 低能的洛洛下這裡有隻 你看 多賤 洛洛下這裡又出了隻 難道這條走廊都有 真是 幸好我懂神走位 想搞我沒那麼容易 嘩 嘩 嘩 唉 真是弱智 這個劍盆控制 不是這個滑鼠控制 真的很麻煩 好難 在哪裡開始 還是在這裡開始 不要緊 好 下來吧 這班科豆 什麼妖怪明明就是科豆 好 科豆吃回自己 科豆同類 好 吃同類的食物 喂 啊 神經病 你看這個滑鼠 真是 有精神病 定準才 喂 定啊 他抹緊我 看這個滑鼠 在二樓 你又知道 喂 啊 差點 好 我的 手速也有這麼強 搞定 送湯給他 準備 科豆湯 年輕 嗯 好 把湯放在櫃前面 我把科豆湯拿來給你 喝了這個 你應該振作 湯 所以你快出來 打開了 咦 為什麼還沒出來 可以看一看裡面 正在衣櫃裡面哭 嘩 你沒事吧 對不起 我真的搞錯 沒事 我一邊這樣一邊觀察著 鑰匙在哪裡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果然要襲擊我 人不是看衣服 我看一看鏡子裡面 鏡子 導演 顯示出背影 那個是什麼 他的頭後面 還有一個面 那個是什麼 那隻 眼睛一動不動 而且 額頭還有一個鑰匙 他真的說 今天要殺我的人 真的沒有衣服 那張臉 那張臉是什麼 真的沒有衣服 那張臉 你怎麼了 我沒有什麼 你真的不生氣了 我本來也沒有什麼 快點喝了我的湯 打開精神 謝謝 那我走了 裝了什麼都不知道 走 回來了 還沒殺 怎麼樣 我發現了一件不得了的事 我這張臉的頭部 是後面有臉 我從來沒見過他脫下帽 這樣一來 那臉的額頭還浮現了出鑰匙 即是說 這次要殺你的就是莫爾福 我一原始聽到 另一帽 其實是他後面那頂帽 那頂帽 那頂帽 既然已經知道 然後呢 調查一下莫爾福 在他被殺死 被他殺死之前 我們要拿走鑰匙 OK 那麼容易找什麼 師傅 欸 又出來走 我問莫爾福好像下了樓 要避開莫爾福的行動 那我要怎麼走 可以去這間房 先看看一碗湯 放著空盤 這個呢 鑰匙 還要的東西在櫃子上 鑰匙嗎 鑰匙在鼻子中 鑰匙在這間房子的鼻子中 這裡 好像上了鑰匙 不過上面有鑰匙 現在沒辦法調查 要找一下 鑰匙應該在這裡 附近 我鼻子就是這個 對 這麼輕鬆 喇 好 化石的鼻子 這個是 表示 這個是代表 嘩 不是吧 化石籠 鑰匙還給我 你走不一 讓我用砧腿 嘩 怎麼玩啊 原來我都沒見過化石 可以跑得這麼快 不是應該快塌 應該是那些 太久沒有活動 應該是那些肌肉萎縮了 有什麼可能可以跑得這麼厲害 可以拿走這隻腳 這個打法仔 走得這麼快 我準備了 好 走 嘩 怎麼化石動了 就是鑰匙還給我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去死了 我腳呢 我走不動了 嚇死我 想不到化石會動 看來把腿骨拿來是正確的選擇 化石都不會動 快點打開它櫃 好殘忍 這個女主角 調查一下這個櫃 櫃裡面有一本的日記 為什麼 只是我怕光 如果光射中我 我和這個都會死 看來只肯一直躲在帽子上 但是呢 藥立即就完成 有這種藥我就可以自由 一直躲在帽子裡 紙鏡幕 衣服後面那塊臉 而且又寫了後面的臉怕光 得到一個好情報 難道這個是宅的示意圖 有標記 骷髏頭的房間 這個標記 標示了支利的房間和地下倉庫 支利的房間下面還寫著 注意黃色的家夥 黃色的家夥 我 OK 不想再說謊了 但是不能反抗那張念 如果說 告訴我別人他就會殺了我 我被身後的念所支配 是被身後的念支配著 OK 應該差不多又出來了 神經病 OK 阿芝來 這個 這個 好像被欺負 這個 有什麼光 黃色家夥 難道只指這個娃娃 哇 好像眼 我想起了 那天 那個日記寫到 後面的臉 照到光就會死 那張地圖就是用來記錄這些 閃閃發光的危險物品 原來是這樣 反而可以利用這一點 打多後面的臉 這個值得我嘗試一下 必須把這個娃娃帶走 很重啊 這個公仔 為什麼拿不起來 沒辦法 用盡全力把眼珠砸出來 地圖上還有一個地方 有骷髏頭的標記 非常明亮 一定成為強烈的光源 再找一個發光的東西 看看 咦 有東西動嗎 剛才有東西動嗎 我好像聽到有聲音 哎 真的 把眼睛畫給我 對不起 哇 對不起 哎 沒事 正蠢才 喂 好 還可以鬥血 真的以為我死了 哇 這部追上很危險 快點去找下一個地方 地下倉庫 地下倉庫 就是我們之前去的地方 地下倉庫怎麼去的 先玩 地下倉庫 我現在是一樓 這個 嘩 在罵他 先吃一口花生 先吃一口花生 急忙你又偷拿 沒事做吧 我沒有偷拿 只是耍鼻珠 活了心情 只要休息一會工作 就會有效率 YES 這個拖拿被你送辭了 那是因為 你啊 已經在說 等一下現在不是做這事的時候 要快點調查博爾夫 不是 我覺得調查這東西不錯 監獄和倉庫 這個是倉庫嗎 這個是醫生和護士 醫生那個病人 咦 調查說話 這個病人要注意這個觀察 他是重到抑鬱症 收到 石像開始不知道在說什麼 沒有代表 這個是什麼 這個土地我發過 植拔的根 總之先調查 試圖拔出植物 等等 不要拔走他 嘩 為什麼不行 那個是萬德拉草 他會發出恐怖的尖叫聲 聽到他的尖叫聲 你就會死 很危險 為什麼你要拔 因為 原來是這樣 後面面非常怕光 所以美山斯想要這個閃閃法龜 是萬德拉草 姑且知道你 但是沒有防備 拔這個草很危險 做好防備 有什麼防備做 好像上鎖了 我必須要吃飯 不要理我 裡面好像有人 耳包 用這個 或者聽不到那個叫聲 靈蠢 那他們就死了 他們兩個就死了 我們才離開 OK 或者他們一早就死了 我覺得 好 拔出來了 毛 不過說實料 這個光好像眼 之laim 就是在這裡標記 那種笑容 大約 但他肯定有所戒備 比拼不進房 這個時候我準備了好東西,這是什麼?黑色的布? 沒錯,這個剛剛找到的,把這個套在這個位置,就好像這樣 光源完全遮蔽起來,摩爾夫拆過不到就會大意走進這房間 然後在他走進房間的瞬間再拿一塊布照射他 的確是個好主意,謝謝你,不用客氣 好了,現在美沙你做引誘,讓摩爾夫進來吧 一點都不體念,不可以讓女孩子做有利 看著吧 這樣床就看起來好像有人睡覺了,很老土的做法 對,很老土,但是意外會很順利 之後趁摩爾夫麻痺大意的時候,一口氣揭開發布,令整間房間變亮就可以了 等摩爾夫來,我們現在要 還未來,沒有大意,畢竟不知道那個家伙什麼時候來襲擊 埋伏什麼總覺得很興奮 看來聽到腳步聲 看來接近這間屋 終於要來了 大家要躲起來 好啊 躲起來在放光完的櫃的陰影柱那裡 啪啪 那我什麼都不用做 因為他說,他說直接搞定 他說直接弄死他 即是直接打開那塊布就死了 要殺了你 殺了你 殺了你 這樣床不到你睡覺 竟然在這種情況休閒地睡覺,真是粗心大 去死了 你怎麼死 好,不在這裡 走了去哪 趁現在未殺用光線照射他 嘩 嘩 嘩 什麼會是光太癡眼 這樣就必死無疑了 嘩 嘩 你的家伙竟敢 用光照著我 開始融化了 網易蜂要消失了 還未完 我不會就這麼輕易死 你不是照到說就死了嗎 吵死了 閉嘴 快走 尾莎 照多一隻網易蜂一定會消失 等我 站在這裡 差點快走 15秒內逃避追捕 輕鬆 只要你低能的這些 扭波技巧還能贏到我 扭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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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位置 拜拜 搞定 輕鬆 嘩 好熱 好熱 在這個時候 姐姐 對不起 我被後面的臉明靈 收聲 老實一點 對不起姐姐 我明明一點都不想說謊 一直都討厭說謊的自己 但是 姐姐不是這樣 美莎 你糟了 你都不想對自己說謊 那麼溫柔的媽媽 變成現在這樣 你都不想承認 你在這裡說什麼 莫伊福 喜歡說謊的孩子 不知道我一個 美莎姐姐都跟我一樣 噢 伴隨著劇烈的蒸發性 莫伊福消失 剛剛是什麼意思 溫柔的媽媽變了 好像她都知道我在過去一樣 那個家伙都說過 有關我之類的事 我對自己說謊 這個是之前上一個資理 喂 起身上什麼回事 沒什麼東西 只是跌倒了 怎麼可能 你又被你媽媽虐待 不是 我沒有被虐待過 我媽媽很溫柔的 激怒了我媽媽是我不好 為什麼說謊 受了這麼多傷 別說了 人 這樣苛斥她明顯太可憐了 美莎你放心 我和阿仁只是擔心你 都是我的錯 媽媽其實是個溫柔的人 什麼 很久之前的事 全部都是我的錯 有我在 就會變得不幸 所以全部都是我不好 不要再哭了 就算哭我不停 都改變不了什麼 你沒有錯 錯的是你媽媽 沒錯 因為美莎是非常出色的女孩子 所以不要騙自己 謝謝你們兩個 要更加珍惜自己 哎呀哎呀 哎呀 這麼溫柔 真的出奇 有什麼稀奇 出奇 吵死了 美莎笑 你一定會笑 笑你們更可愛 對 她早就認識 但不知道她 不知道真正的好人 是哪一邊 我覺得 對不起 剛剛是我的記憶 人和翔好像和我一起 還有媽媽 你聽到嗎 聽到嗎 美莎 鑰匙在旁邊 有我衣服身上掉下來的鑰匙 看你目前都很順利 是不是很累 美莎 下一個居民暫時不會襲擊你 所以稍微休息一下 說真的 發生了很多事 大哥一片混亂 我要整理一下剛才的記憶 正如春所說 今天暫時休息 就在這個時候 有人來了 難道下一個居民要來 不會吧 應該沒那麼快 總之我們先躲起來 美莎林寶大義 我也不可以躲起來嗎 嗨 你是誰 你好 你好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噁心 我沒有這麼想 不會吧 看到我的皮膚 你一定覺得我好像喪屍一樣 我說過我沒有這麼想 就算你嘴裡的心裡 肯定不是這麼想 這是什麼一回事 算了 你這麼想都沒什麼所謂 我是個醜女 也是事實 雖然好突然 但請允許我自我介紹 我是露尼 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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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按照順序 至於我輪到我襲擊你 但是說真的這些事 沒什麼所謂 就是說願意給我你的鎖匙 嗯 想而知你可不可以先離我房間 不用怕你過來 我絕對不會襲擊你 這個人其實也好 很有企圖 這個人其實也好 這個就是獎女 原來 我就是她 馬上去看看她的房間 她的房間有什麼 OK 來了 悲觀的愛 第三章 嗯 按照約好的東西 跟露尼亞 去到她的房間 歡迎來到我房間 令人無骨悚然的植物 白老鼠 嗯 怎麼了 沒有什麼 你很罪的那些老鼠 你養很多老鼠 都是你的寵物 寵物 我養老鼠做寵物 你覺得我會養這麼骯髒 腦又蠢的生物 咦 我是不是問了不應該問的東西 你把老鼠當作是我的寵物 嘿嘿嘿嘿 你相當有幽默感 幽默感 哎呀 老鼠哪有可能是寵物 嘿嘿嘿 太有趣了 有生爺第一次笑得這麼厲害 既然不是寵物 那為什麼養這麼多 是因為 吃了或者殺了 當然是做這個 好 用刀刺這個老鼠的身體 我會這樣先令老鼠滲滿屍血 然後這樣做 再扔向植物 吃了它 之後植物張開大嘴吃了一隻老鼠 這些老鼠是我心愛的植物 小加百里的治療來的 對血的氣味作出反應 吃了一些化出血腥味的東西 好可愛 是啊 那我們開始講正題 就是叫你這裡的目的 是想讓你實現我的願望 是啊 我從現在開始講 絕對不可以跟任何人講 我想跟命中注定還是王子一起跳舞 命中注定 跟王子跳舞 你看他立刻很害怕 他的樣子 還沒試過 是啊 好奇怪 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不會覺得王子看到一些醜 會很噁心 真的嗎 好像那些那麼陰謀 女人想拍拖 簡直真的不知廉恥 我講我沒這麼想 好 總之 我如果能跟命中注定的王子一起 死也無所謂 倒不如說沒有王子 世界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你把我的王子帶過來 我立刻把鑰匙交給你 這是什麼陷阱 你一定覺得我講謊 你覺得王子是我刺下的圈套 真正的目的就是殺了你 這個 我說的是真的 我是認真的 這件事上絕對不會說謊 那是真話 那你理想中的王子是什麼樣 就是這個人 拿出一本故事書 這個人 感覺很奇怪 也不是奇怪 但是這個是故事書 王子是虛構出來的人物 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這是一個故事書登場的人物 意識中是沒有的 你 說什麼 你可不可以不要侮辱王子 我不是侮辱 王子是虛構 這些真的令人很火滾 我可能有心意第一次這麼生氣 如果看小王子 我現在就馬上做下你 要找些藉口 哎呀 那個人我對不起 說真的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麼英俊的人 所以不敢相信這麼英俊的人真的存在 蛤 你覺得20宗沒有這麼英俊的人 糟糕了 他好像還生氣 哦 是的 他很有型 你竟然看得出他有型 你真的有眼光 有獨特的審秘觀 太好了 看來他心情變好了 我喜歡你的誇獎 快點帶上這個王子去 求求你 我知道了 再提你一次 如果明早沒有帶來的話 立刻殺了你 怎麼會這樣 我是難以等待的女孩 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 立刻離開他房間 這個是不是倉庫的房間 倉庫的房間 這個王子肯定是這兩個其中一個 他說想見王子 什麼 這個是什麼展開來的 原來他想見故事書中的王子 不知道他的腦子進了什麼水 然後你們兩個其中一個要幫我 幫你 你們要打成王子 什麼 我沒有其他辦法了 故事書王子肯定不住 我也只能採取這些手段 給沙港的理解 對了 對了 人穿的褲和王子的褲都差不多 沒有 真的 那王子就是人做 等一下 不要擅自決定 就一次希望你能助一臂之靈 沒有辦法 讓我們實行令人變王子的計劃 人的褲本身已經很合適 剩下金色假髮和紅色外套 真的有什麼 金色假髮可能有頭緒 但我忘記太清楚 忘記 我只記得假髮不在地上和一樓 OK 去三樓 喔? 金帽你在做什麼 哇 原來是你 我打水的時候把水中的水倒射了 哇 你真是垃圾 原來是這樣 你真是不簡單 滾開了 我想入水 有沒有見過金色假髮 金色假髮為什麼突然問這些 A網看到的 告訴我 打水的時候在附近看到假髮 忘記了 應該是這一層 那你拿我的人情 記得救後 被媽媽罵的時候 這隻貓在附近 這裡沒有 讀很多書 哈哈 全部都是書櫃 在這裡找到 麗莎的房間 一定有東西移動 他不會讓我這麼簡單 拿走東西 這個 肯定這一個公仔會移動 正好就借用這個假髮 有什麼事 嘩 為什麼要 嘩 一定會移動 嘩 這個假髮完全拿不走 是不是被什麼貼著呢 嘩 真的 我還要看著螢幕 真的 嘩 他越來越生氣 嘩 不行了 還是拿不到 再用力拉 嘩 好痛 不要拉他頭髮 人體公仔 你把頭髮拿走 絕對不找到這個重要的頭髮 拿走我頭髮的膠 我也要殺了他 這裡很恐怖 嘩 這麼快 拜拜 又說見到假髮 那個打髮仔 真的嚇到一跳 那個人體公仔 那是什麼 突然拔他頭髮 很生氣 嘩 如果是真人的話 當然是生氣 但是你拔他頭髮 再進去 再拔一次 嘩 先問他 你問他有什麼事 嘩 真的會說話 有什麼好驚訝 說起來是你 剛剛想拿走人家的假髮 那個假髮 原本是我的 但是被那個模型搶走了 所以我要拿回 如果你可以拿回假髮 我借給你用也可以 不過你打 你不可以硬搶 你打不贏他 那個人怕蛇 如果被蛇 他一定會走 嚇到蛇 蛇 蛇在阿B的房間 在阿 莫爾夫的房間 在阿 在他弟弟的房間 是不是他弟弟 我也不知道 咦 那個主人 好 要拿一條蛇 整個龍抽 還是拿著給他 把這個給人形空仔看 哈哈 人形公仔看 真好 嗯 還要應酬些公仔 啊 你偷了人家的假髮 還在裝自己 動都不動 拿著蛇 怕不怕啊 哇 蛇啊 嚇到賴屎 那我怎麼拿假髮 嚇到脫掉了 你這個假髮有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這樣就得到了 像是紅色外套 必須得用藍色 拿到睡覺和木 這個木屋 這個木屋的地方 去睡覺吧 蛇 怎麼了 這隻貓 自自浸 那什麼 你有事啊 現在我們在說一些秘密 給我們兩個單獨一段時間 最好不要回答爹 好凝重 這裡鎖住 哇 我現在不是去BANG嗎 我現在不是去找睡覺嗎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好像植物一樣 有一個井看不清楚 開放奇怪的 喂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去哪裡 知道會無法通過 嗯? 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原子 我現在去找睡覺 我自己去找睡覺 睡覺 的房間應該是二樓 不是啊 還是就在剛剛說的原子那裡 什麼呢? 知你莫衣服 這是我的房間 看一下 麗莎美莎 知你莫衣服 是沒有她的房間 她的房間應該是原子那裡 這樣說法 但是原子 好 她是紅色衣服 有很多植物 五眼綠色 長得很好看 難道是這間房間 但是現在她就上了鎖 所以不能進去 那就是說要過 觸發了一個劇情 劇情才可以進去 還是直接找個睡覺進去 試一下 直接找個睡覺 問她有沒有紅色衣服 喂 難得關心一下她 真的沒有禮貌 看來相當不高興 如果是睡覺 可能還有外套 但是面對她呢 不要開口 嗯 那就是說要偷 哈哈 哪裡可以偷啊 浴室洗手間 難道要去找木蠟 OK 我去找木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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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 不是啊 書房那裡好像 書房那裡 書房真的三樓 又在罵她 你打了什麼時候啊 快準備晚餐吧 真的太廢了 實在工作很生氣 現在還是不要搭爹 不是要幫她忙嗎 OK 我們去書房先 變了殺人 這個廚師媽媽 好 木蠟 這件外套是不是紅色的呢 是外套 但是白色的 不可以穿 希望她是紅色 好像是把這個帶走 說不定有用 OK 把它染成紅色就可以了 再忍不住 忍耐到極限 肯定是什麼夫妻之道 還是什麼 對了 這裡的故事就是說她夫妻 說她撐不住 然後走了 只剩下她媽媽 然後她媽媽就約了一個女兒 而那個女兒應該就是她 從木蠟在房間 拿到一件白色的外套 誒 嘩 有人倒下了 你沒事吧 急帽你什麼事 她好像出了很多血 難道她死了 嘩 終於中在山你沒事吧 我沒事 只是掉了一跌 但是流了很多血 什麼不是吧 這些是番茄來的 我正在運著番茄 結果摔倒了 真的太倒霉了 大黑仔 哎呀 糟糕了 不快把她搬到廚房 我又被媽媽罵了 快點了 拜拜 接著呢 把那個東西摸地 不是吧 不是說用番茄染紅 如果用番茄可不可以染紅 但是地上的量一定不夠 唉 先進廚房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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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馬筋 真的 哎 廚房 咦 這個 番茄湯 把這個外套放進去 就可以掩飾了 喂 你搞什麼 不要搞尿你 對不起 現在很忙啊 不要搞住了 小雪梨媽媽做 就沒辦法接近了 這個湯 叫媽媽出場 哎呀 媽媽今天不高興 因為我弄爛了番茄 你見到 下次再塞飯一定會被你追著來罵 真的很吵 對 現在不是和你改了準備蛋糕 你還是來幫忙 現在需要焗蛋糕 蛋糕在後方的爐子 希望你幫我看著火候 還有特別的事要做 我也是有事要做 還有啊 不要改火力 如果焦了我一定會被你罵 拜託你了 被強迫他做事 這個是焗蛋糕的香氣 要我找媽媽去罵他 不要搞這些料理啊 OK 他是不是就是叫我搞 可以 這樣做呢 是不是可以逃得 可以逃得 可以逃得 去哪裡啊 要看火啊 會被媽媽罵的 不可以偷懶 一定要負起責任 嘩 有一個不負責 是不是跟我說責任 看蛋糕的香氣 看看 要看火 對了 提升火力 把蛋糕弄罵 看來就會大發雷霆 這樣就可以分 這個什麼 分散注意力 雖然有點對不起吉武 OK 拜拜 吉武 哪裏叫我做事 壓屎啊 加火 但除了方法有沒有其他注意力 唉 真的還有其他方法注意力 OK 那我先看一看 放過你先 我看看有沒有方法 如果沒有方法 你死定了 弄坦點水 應該就是這裡做法 媽媽 喂 不要搞了你 沒有方法 好像 那真的沒有辦法 那你一定要弄焦它 這個蛋糕 不可以再犯了 不用被媽媽罵 沒有了 真的沒有辦法 就會打亂自己 打亂自己 打亂家庭 沒有了沒有辦法 你死吧 那你再打一會 嘩 聞到洞尾了 什麼事 喂 洞尾了 但我急不 什麼事 你把蛋糕燒洞了 你又搞了 不是我的錯 說什麼 不會原諒你的 糟糕了 快點走 兩個都走了 雖然對吉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根本一定要我做 沒有其他方法 或者有我不知道 可能有成就 把白色的桶浸在我的湯裡 哇 正 雖然有些番茄味 但已經變紅了 只要被人戴上這個就搞定 好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看這個有趣的劇情 因為這個也比較有趣 你看到他 就要裝王子 要馬人幫忙 馬人也不想幫忙 但被迫下 最終這個人也要出場去做這個王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